周三 美国政府宣布对叙利亚独裁政权以及那些使该政权得以延续的外国支持者实施新一轮的制裁 制裁对象包括叙利亚独裁者阿萨德和他的妻子阿斯玛 6月17日 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宣布 根据川普总统签署的2019年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案及13894号行政令 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及其外国支持者实施制裁 新一轮制裁旨在迫使阿萨德政权接受联合国安理会2015年第2254号决议案 即实现停火及叙利亚政治转型谈判 本次公布了39个被制裁时体和个人 包括阿萨德本人及其妻子阿斯玛 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说 阿斯玛阿萨德在其丈夫及他自己家族成员的支持下 变成叙利亚最臭名昭著的战争暴力者之一 现在与这些人或实体中的任何一个进行业务往来的人 都有受到制裁的风险 除了制裁那些资助阿萨德政权的外国实体和个人外 那些破坏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叙利亚冲突的个人及其家人 也同样会被制裁 叙利亚内战持续9年多 阿萨德政权对叙利亚人实施杀戮 酷刑甚至使用化学武器 超过50万叙利亚人死亡 流离失所的人数占叙利亚战前人口的一半达到1100万 目前 该国经济已陷入崩溃 叙利亚货币贬值如废纸 已有多个地区开始使用土耳其货币 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戴尔佩德森16日警告 叙利亚可能会爆发饥荒 新唐人记者李兰综合报道 领記者李兰绢